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莊啟晨御科書院 第一屆畢業生劉遠青Abel 接受我們的訪問 Abel中七畢業入了護士學校 做了註冊護士十多年 今天Abel是東華學院護理學院的高級講師 歡迎你Abel 你好 第一個問題 我想問問你 你自己做了護士十多年 亦訓練了很多護士 教了很多護士學生 有哪些學生特別適合讀護士課程 又有哪些學生不適合讀這個課程 首先要分兩個層面 一個是學業成績 另一個是他人的性格 先說學業層面 其實護士有兩個牌照 一個是註冊護士牌照 另一個是登記護士牌照 註冊護士牌照的要求較高 就是要DSE 中英文要三或以上 這是註冊的要求 三或以上再加上數學 和LS是二以上 和一科CAT-A的項目 二以上 三三二二二 至於登記護士牌照 就是中英數 再加兩科 五條二 這是五條二以上的要求 這是學術層面的要求 至於個人性格 我覺得要有愛心 和同理心 要代入病人的想法 或者病人家屬的想法 要同理心 要有耐性 又不要怕一些髒話 或者是這些東西 要有愛心同同理心 護士接觸有時有些髒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行業 亦都被視為一個厭護性行業 是的 可否分享一下 其實做護士的喜與樂 如果是厭護性 其實都會要接觸 或者是健康 就是飼料痰 血癢 龍等等 這些就是要保護自己 戴手套處理 這些都會教你如何處理 預防傳染性疾病 另外就是喜與樂 其實都會照顧病人 他可以出院 其實都是開心的 還有有時急救員 病人好起來 其實這些滿足感都大 會幫助人的滿足感大 至於不開心的 有時就是 可能病人很不舒服 會罵護士或發默症 這些就要忍 護士就要忍 或者有時是病人 看到病人過身 要打包 其實都會傷心 這些就是喜與樂 其實你做了十多年護士 一轉身 然後就轉去做教護士的講師 有沒有一些特別原因 令你由一個前線工作者 就轉去做一個教育工作者 因為似乎兩種職業都不相似 其實都不是的 都是要用到我的護士知識 因為我不是脫離護士的教育 那件事 我是由一個醫院 我一開始就在醫院做 護士學校畢業就在醫院做 做了十多年之後 其實已經開始在醫院裏 有做一些檢查 檢查一些同事做得好不好 還有一些醫療教育的事情 就是臨床帶教 帶教一些護士學生 還有教一些同事 例如急救那些 變成我在那方面 慢慢建立了一個興趣 覺得都頗好 還有護士都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所以都可以轉去做教書 所以後來我就轉去教書 我知道很多同學 都對護士課程有興趣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布這些課程 用不需要經過面試 通常有兩種申請方法 一個是JU-PAS 另一個是LONJU-PAS 如果應屆DSE學生就JU-PAS 其實JU-PAS那方面 可以讓你選擇CAT A B C D E 那你自己選擇 如果他高分的 又或者多些部分 比較上有些學院 是不會特意面試的 他會照樣派的 但是什麼時候會召 一些JU-PAS的學生面試呢 就是很多時候同分 可能DSE同分一些人 要分高低的時候 有機會召喚他們 香港大部分都是講廣東話 其實都需要一個同學 他將來出來做護士的時候 他能否說到廣東話呢 其實這方面都重要 所以面試有機會是 英文和廣東話 就會看看他們能否說到 這是JU-PAS方面 但廣東JU-PAS 其實就看看某些學校 有些學校可能全部都進入 有些學校會選擇 一些合資格 精英一點的學生才進入 那裡就會這樣 如果學生真的要去面試 你有沒有什麼忠告給這些同學呢 其實呢 學生其實有些東西要準備 不是說叫你面試 你什麼都沒有準備 就走進去 你不行的 那基本禮儀 穿西裝 或者裙子 那些就最基本 做好自己個人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 他自己預備 他有沒有 譬如有些東西 他可以自己預備 例如他自我介紹 例如說廣東話版本 或者英文版本 他自己都要好好的預備 練習一下 那第三就是 不一定問完自我介紹 但是呢 有機會問到你 你都說得出來 不會 Dead air了一段時間 你都說不出 那他可以練習一下 那第三就是 很多時候 有時候未必問你自我介紹 一開始就可能問你 時事題 那你就要看報紙 看新聞 時事題 看看臨場反應 看看你對分析能力 那不要只讀一尾 講死一邊 幾%的個案都要說 那會看到分析能力的同學 是否適宜讀 很多學校都是這樣看的 你說時事會不會是 特別是關於醫療方面的時事 醫療時事會問 但有時候未必完全問完醫療時事 醫療時事很大機會會問 但未必只是醫療時事問 可以是日常生活 例如中學有些新聞 或者是平時社會熱話 都會問 看看人的分析能力 因為不一定是醫療的事 為什麼呢 其實我會這樣看 主要不是看同學的醫療常識 醫療常識有是好事 但不一定只是看醫療常識 因為其實他本身未進去 都是白紙一張 白紙一張 我不會期望他 認識很多醫療常識 但我會期望那個同學 是否有分析能力 是這樣看的 其實我們都會安排一些 面試錦囊 或者工作方 或者一些講座 關於不同行業 假如如果學校真的安排一些 介紹護士課程 或者護士面試工作方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時間 或者是可以出席幫忙 可以聊聊天 可以跟同學聊聊天 如果我抽到 大家可以夾到時間 好 最後我想你 看看有沒有什麼 忠告給我們的同學 你的師弟妹 我覺得 如果現在還未考DSE 我覺得 真的要好好準備考試 早點去練習操卷 去溫書 因為始終 雖然就不是說 只有一條路 是很多條路都可以 條條大路通羅馬 但是DSE的成績 是可以影響到你升大學 其實如果有一條直路 當然是走直路 就沒理由繞圈 雖然其他路都可以走 但是盡量都可以走直路 就省了很多時間 如果他努力讀書 早點操卷 對他有幫助 我覺得不要怕英文 有時候同學很怕英文 但是呢 其實你越怕他 你越不懂 那你不如直接面對他 即你怎樣都要想方法 或者問老師 怎樣可以想方法 有方法可以讀到好些 還有打少一些機 不是說完全不去娛樂 但是要懂時間管理 時間分配 如果他溫了很久 真的想輕鬆一下 那你自己要有一個目標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同學生 是未知自己怎樣發展 當然可以有生涯規劃 我以前是沒有的 這些其實是可以想到 他將來怎樣發展 其實他有一個目標 他知道我要讀某一科 未必是護理 某一科究竟 那一科究竟是要什麼成績 才能進入 那當然是你拼命去做了那件事 而你又要走一個圈 這方面我會覺得是這樣 那變相就是自己分配好時間 努力讀書 打少一些機 等等 我會這樣看 所以是ASK ASK就是法文 不懂得問 ASK ASK 但也是 A是attitude S是skill K是Knowledge Sskill和Knowledge 是可以慢慢增加的 可以讀到三四十歲 都還可以讀書 但是attitude不好 人家是不會願意想教你 那這件事就是要自己去修為 自己的修為 那所以呢 也都要問書 問老師 但是自己又要謙虛 還有自己的學習態度 我覺得這些反而是 如何增加一個人的成長 我也很贊助你說 那我很多謝你 因為這些中谷 都是很有用很珍貴的 那 這次我們的訪問就到此為止 謝謝 謝謝 那我今天的訪問 是第一屆的同學 我們其實都三十年了 學校 我們希望其他的校友 如果有興趣回來接受訪問 你可以和我們聯絡 多謝各位 嗯 嗯 是 謝謝